第128章,大仗之前有大仗,动用弩阵,不但没能截下那抹东来子气,反而使得那齐剑岳府剑道宗师为了保护大将军柳归,被一支弩剑悍然定杀。 武力超群的江湖人士一旦踏入战场,虽说荣华富贵到手得很快,但未必能紧紧握住那份无根扶平的军中地位,说不定还没午热,什么时候就暴毙了。 一名貌不惊人的披甲裁官,速度赶到柳归身侧,满脸歉意,抱拳苦笑道,属下无能,让大将军受惊了。 北莽军中有一条雷打不动的铁律,主帅战死,麾下万副长和千副长一概赐死。 除了柳归本人看不出异样,恐怕所有人都捏了一把冷汗。柳归摆摆手,一笑置之。 这名隐藏在弩阵中的中年假释可不简单,是道德宗麒麟真人最小的师弟身负纸玄境界,弩阵正是由此人全权调赌,这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弃物是死的,哪怕弩剑有飞剑之力,若是连敌方高手的契机都抓不住,就算有一千一万根弩剑也白搭。 练弃式的旺弃天赋,比起实打实的指玄境宗师,终归存在一定滞后性。 事实上在剑语中,便以这名道德宗真人的最后一剑最具威胁。 但那北梁王也因此而恼羞成怒,心生杀鸡,不但用手接住了那只百步弩剑,还朝大军阵型中的柳归丢置出一剑,结果齐剑岳府的高手成了替罪羊。 柳归有些费解,这北梁王此行不为杀人立威,到底图什么? 在这个两莽大站在即的接骨眼上,孤身跑去柳州以西的荒芜地带做什么? 那里照理说,倒是会有一只枪棋搅局,可枪棋虽说刀锐马快,但才万余人而已,注定影响不了大局。 就在柳归满腹狐疑的时候,一名年迈的旺棋士挤开亲棋护卫的包围圈,快步走到柳归身边低声说道, 齐炳大将军,西方又有顶尖高手突兀出现,气势不弱北梁王,梁者很快就要对撞在一起,看情形是要阻截北梁王的西行。 枪棋突入,龙向齐军的无礼分兵。 柳归突然哈哈笑道,有意思,本将这大鱼尔都没能让北梁王上钩,那小小枪棋竟能无心插柳柳成音了。 柳归瞬间收敛笑意,喊来黑狐篮子的头领临符,沉声下令,练气势分作三波,第一波带领弩阵向西推进, 其余两波为两翼的忽颜克钦和耶律宗棠的各五百亲戚领路。 至于你临符,戴上全部黑狐篮子,我再给你两百重旗和一万轻旗,不用理会那北梁王的动向, 只管寻找那些脱离大步的龙向军,不惜代价与之决战。 临符惊喜之后,小心翼翼问道, 大将军,要是青苍城守军和龙向军副将李莫帆选择此时出城,大举进攻古董滩。 柳归冷哼一声,反问道,就算他们有这份胆识,可他们有这个胃口吗? 临符缩了缩脖子,再不敢废话半句。 战场上危机四伏,危险常在,可机遇则稍纵即逝,是无功无过的庸人, 还是力挽狂澜的沙场名将,往往就取决于主帅的一念之间。 柳归看到,那位年纪不大,但辈分极高的道德宗真人,似有犹豫, 大概是生怕中了调虎离山计,一旦自己被北梁死士刺杀于刘州, 会被陛下迁怒道德宗,老人轻声笑道, 真人不用待在我这个老家伙身边浪费光阴,打不着秋风的, 若是此次能够击溃那只龙象军,我一定亲自为真人向陛下请功。 当下庄术与财官头目一般无二的道人, 虽说贵为国师袁青山的小师弟,可在柳归跟前还是十分恭敬, 闻言后,对这名大将军的好感有增加几分。 北莽权贵五人,大多目中无人,道人在心中决定, 不论刘州战事成败,返回宗门后都要劝说几位师兄在柳归身上压重主, 而不是在柔然铁骑,共主洪敬炎那边孤注一掷。 北莽灭佛的手段比黎阳还要狠辣惨烈,道门势力愈发如日中天, 尤其是道德宗在师兄化红飞升之后,地位趁势水涨船高,不降反升。 相信若是能够跟柳归在发迹之前结下香火情, 以后北莽一统天下务必会整合中原道教, 当下还勉强算是道教祖庭的龙虎山, 更没办法跟进水楼台的道德宗争纳执扭而折。 柳归站在原地,看着远处逐渐飞扬的尘土, 突然哑然失笑,总不至于咱们这仗还没开打, 北梁就完蛋了吧。 原来是大仗之前有大仗啊,太平令,好算计。 东来紫气西去, 一尊气势雄壮如天庭神人的黄金铜人大步前行, 脚下建起的尘土比起一只千人骑军的吉尺还要巨大。 紫气似乎不愿与此人过多纠缠, 哪怕掠过弩阵与柳归大军也没有任何路线更换的紫气方向稍作偏移, 但浑身金黄的巨人随之横移一步踩踏出一个大坑, 继续拦住去路。 紫气仍是不愿与之对撞,速度不减, 可前进路径再次飞快侧移几分。 正是其建勒府同仁师祖的大宗师则得势不饶人, 再度选择与此气针尖对脉盲。 大路朝天, 同仁师祖偏偏不愿与此气个走一边。 事不过三, 转眼过后, 不再刻意隐忍的此气与同仁师祖已是近在咫尺。 这是同仁师祖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这位名声震天的年轻人。 浑身流淌紫禁气, 眉心那眉早映如倒树第三眼。 那双冰冷眼眸与宗门内自幼天生有眼无珠的晚辈红敬炎, 倒是有几分神似。 这便是北梁王徐凤年吗? 同仁师祖张口欲言却无声, 但同时腹部鼓障如大中撞击轰鸣声, 一只手掌平推而出, 看似轻描淡写, 但是可断江开山。 徐凤年骤然加速, 擦肩而过, 身后黄沙大地, 他献出一只长达十丈的五指掌印。 同仁师祖身形倒退如平地滚雷, 速度竟是相较徐凤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人前掠, 一人倒掠, 继续并肩。 同仁师祖伸出一手, 试图勾住徐凤年的脖子。 徐凤年抬起手肘挡去, 这位黄金巨人勾手, 两人一触集散, 拉开仪仗兼距, 依旧保持原有的前进态势。 同仁师祖, 左脚脚尖落地生根, 右脚一旋, 身形率先停下, 在他这转身的刹那功夫, 徐凤年的背影已经远在半里路之外。 体形魁梧, 如野史传说中, 昆仑仙人的北芒舞蹈宗师停下后, 深吸一口气, 大口一开, 惊吞天地元气, 以雄壮身躯为原心, 散出一圈圈肉眼不可见的契机涟漪。 地面矩阵且军裂, 被撕裂出一张仿佛珠网的图案。 黄金巨人一跃而起, 急速拉近两人的距离, 在空中手臂高高抬起, 朝徐凤年的后脑重重轰下。 但是徐凤年骤然一顿, 同仁师祖一拳, 砸在距离地面六尺高度的半空, 在徐凤年前方保持狮子薄吐的身姿。 徐凤年脚尖一点, 斜向上掠起, 在同仁师祖肩头轻轻一点, 借势仕途继续前冲。 直起腰杆的同仁师祖大喝道, 好大胆! 一掌凌空拍下, 天空中漠然出现一个风卷云涌的漩涡。 与此同时, 同仁师祖另外一手托起, 陆地冲起一道龙卷, 上取向于天, 下取法于地。 两两相撞, 夹击天地之间的徐凤年。 徐凤年身形轻盈一旋, 堪堪躲过这一场惊天地气鬼神的撞击。 但他的前进终于还是被同仁师祖所组织, 后者前踏一步使出缩小天地成方寸间的神通, 伸手扯住半空中徐凤年的脚腕, 在空中扯出一个半圆, 狠狠砸出去。 徐凤年左手五指张开, 轻轻一扶, 硬生生杀主身形。 这是他第一次站定, 直面前方那位在齐剑乐府 一直被洪敬炎压住风头, 而鸣声不显的同仁师祖。 同仁师祖冷笑道, 想走。 徐凤年面无表情, 没有答话, 视线直接越过金黄巨人, 看向更西面的地方。 同仁师祖瞥了眼年轻北梁王的腰间佩刀, 平淡道, 不出刀, 很难。 这并非同仁师祖口出狂言。 别人不清楚此人的通天本事, 徐凤年倒是知道些, 听朝阁藏有一份绝密档案, 其中便有很早接触到的 滥陀山那位六诸菩萨, 但同仁师祖的潜藏实力, 显然不是那女尊菩萨可以媲美的。 当案上别的不说, 仅是两个措辞, 就足以让人心生忌惮。 这些, 天王法身, 徐凤年确实没有把握 批下此人继续前行, 可这不意味着 徐凤年若是放开手脚大战一场, 就没机会宰掉他。 徐凤年深呼吸一口, 左手拇指轻轻按住刀柄, 沉声道, 如你所愿。 请不吝点赞,